班上新转来的女同学 在附近小树林里上吊自嘎了 她穿着一身红色戏服 化着浓妆 嘴角带着诡异微笑 尸体面前插着三只箱 箱下放了一张三人合照 班长陈祥 副班长张力 还有体育委员罗勇 此时正值寒假 学校早已经放假 辅导员看着顾如的尸体 不禁摇头叹气道 这孩子咋就想不开呢 班长陈祥在一旁附和道 是啊 顾如太不懂事了 都假期了 还给老师拧听麻烦 副班长张力 则是吓得缩在一旁 他根本不敢抬头看向尸体 这 这也太吓人了吧 顾如他为什么要放我们的照片 一旁的裸勇也附和道 这人果然脑子有问题 自嘎不说 嘎后还要恶心咱们 要是其他同学 也像你们仨这么懂事就好了 说完 辅导员突然转头看向我 立声道 吓哭 在班上你和顾如关系最好 你说 他为什么要自嘎 我 我 其实 我刚要说话 一旁的裸勇三人 就用阴沉的眼光 死死地盯着我 我瞬间被吓得不敢说话了 其实我知道 陈祥 张力 还有裸勇 在班上经常欺负顾如 而且在顾如失踪的前两天 我亲眼看见 这三个人 把他拖进小树林里 只是 辅导员不知道 或者说 辅导员他不想知道 看到我不说话了 辅导员面带不悦 既然说不出什么 那你去把尸体放下来 可我 可什么 赶紧去啊 没办法 在辅导员的压迫下 我走到顾如尸体旁 双手扶着他的腿 就在我准备 把他抱下来时 身后突然有一只手 拍了我一下 我回头一看 竟是门卫中枢 他盯着顾如的尸体 看了半天 然后面色沉重地说道 上吊自嘎 嘴角带笑 又是身穿红衣 怕是要出大事 说吧 中枢便和我一起 把顾如放了下来 中枢还给他盖上了一块白布 看到中枢来了 辅导员赶紧他说道 老中你来了 这顾如爸妈都去世了 我试着联系其他亲戚来处理尸体 这几天麻烦你看好尸体 中枢低垂下眼皮 面带不悦 赶紧去 这女娃心里有怨 不早点下脏入土 拖久了 我怕是也镇不住她 中枢 学生都在这儿呢 您别老说这种迷信的话 中枢动了辅导员一眼 小周 做人要讲良心 你真不知道 这女娃为什么自嘎吗 辅导员不敢回话 在中枢几乎能杀人的眼神中 小跑着离开了 陈祥那三人见辅导员撤了 便缩在一旁 窃窃私语 不知商量着什么 中枢也没管他们 而是给顾如 又上了三根香 同时他嘴里还嘟囔着 阿瓢万千 红衣最凶 这女娃故意穿着红衣自嘎的 又在面前放了那三人的照片 看来她是要报仇了 说到这里 中枢深吸了一口烟 随后便盯着顾如的尸体说道 可怜的孩子 我知道你心里有恨 但既已离世 忘你还是早日放下仇恨 我今日就斗胆 还没等话完 中枢整个人突然呆住 我眼看着中枢手里 原本齐平的三根长香 在阵阵阴风下 愣是烧成了两短一场的样子 糟了 人怕三长两短 相继两短一长 随后中枢赶忙起身 先胎盖在尸体上的衣服 只见顾如原本闭上的眼睛 此时争得硕大 不仅如此 她的脸上还流出两行血泪 马儿 我问你 你们辅导员之前给尸体进过箱吗 没 没有 那 烧过纸吗 也没有 是你第一个碰尸体的 对 谁让你碰的 我们辅导员 糟了 我交代的是 小周一件都没做 中枢颓然倒地 仿佛背下抽干了生命力 红一出事 谁都活不了了 这一下不仅害了你 恐怕连我这把老骨头 都要搭进去了 你是第一个碰过尸体的 我是第二个 今晚 这女娃一旦变成红牙飘 咱们在场这些人 一个也跑不掉 我听完 脑子一片空白 急忙询问道 中枢 那得咋办 中枢低垂下眼皮 思索许久 突然咬牙道 娃儿 你想活吗 我想 那你听话 先和朱一起 把尸体抬去就教室 之后 中枢嘎了自己养大的公鸡 用气血混合猪杀 画了一道符 又从村里屠宰场 借了把带血的嘎猪刀 中枢将符纸贴在 固如额头上 又把杀猪刀 垫在他脑袋后面 做完这一切后 中枢拿出一串破旧的铃铛 认真系在固如脚腕上 符纸能一直怨气 嘎猪刀能封住杀气 加上祖传的镇魂灵 只能试试这些物件了 能不能镇住这只红鸭飘 就看天命了 中枢 那我有什么要做的吗 玩儿 你今晚躲在宿舍里面 哪都别去 要是听见铃铛响 或者有人叫你名字 憋住气 千万别回头看 前三天 红一文不到生气 就不会动手嘎人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孩子 先撑过今晚 书再想办法 中枢抬头看了眼天色 神色匆匆地离开房间 我看了眼固如的尸体 不忍心地替他盖上白布 之后 正当我要离开就叫事实 一个硕大身影堵在门口 硬生生将我逼回房间里 陈祥 张力 还有罗勇三人 站在门口 罗勇一上来 就给我来了一个大逼斗子 一巴掌下去 我脸上立马浮出了一个五指印 他妈的 刚才在树林里 是不是打算 向辅导员说那件事 我 我没有 你大爷的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罗勇 你别那么凶骂 都吓到同班同学了 再说 他都答应过会替我们保守秘密的 不过信中那老头 刚才说的 是不是真的 听着怪善人的 小力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信这个呀 罗勇一脸不屑地 扯下固如额头上的符纸 别 撕掉就镇不住红衣了 你他妈跟谁说话呢 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这时陈祥走过来 拦住正要打我的罗勇道 我爹总说 命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毕竟 谁也想不到他 真敢上岛自嘎 那翔哥 你说咋办 我们都请你的 呵呵呵 这个好办 我们今晚试一试就知道了 钟老头不是说 咱们谁都跑不掉吗 那今晚 就把夏枯锁在这个屋子里 我倒要看固如他 是不是真的会变成 红衣阿票 之后 陈祥三人 把旧教师的大门 给紧紧的锁上 罗勇走前还对着我大喊道 吓哭 今晚你就乖乖待在这 给固如守灵 毕竟同学一场 等明天一早 我就会放你出来 别 别走 求求你们了 把我放出来 闭嘴 要是明天被我发现 你不在这里 你就等死吧 罗勇说完 和另外两人 有说有笑地走了 几人走后 我背对着固如的尸体 不敢多看一眼 大概过了五分钟后 我突然听到 身后传来水滴到地上的声音 当我转过身后 直接被眼前荧幕 吓得冷汗直冒 固如此刻 正瞪大眼睛看着我 血泪顺着他的眼瞼流下 在地上汇聚成一串数字 930 9月30号 难道是 想到这里 我脑子里开始浮现出 第一次与固如见面的情景 当时 罗勇说我的跑步成绩 拖了扳机后腿 所以把我绑到了篮球架上 而且老师也不管 只是提醒大家 引以为戒 可以用时间 要加强体育锻炼 说吧 老师就离开了 老师走后 同学碍于罗勇的淫威 也没人敢把我放下来 就这样 我在烈日之下 晒了整整一节课 直到我马上要昏厥过去时 一个脸蛋微笑的女孩 走到了我的身边 她拿起一瓶水 缓缓地滴到了我的嘴边 我叫固如 今天刚转学到这里 同学之间不该这样欺负人 以后再有人这么对你 你就告诉辅导员 说完 固如就把我解开放下 然而这一幕 却正好被远处的罗勇三人看到了 也是从那天之后 固如脸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笑容 一阵清脆的铃铛声 将我从回忆中唤醒 当我再次看向固如时 原本躺着尸体的地方 此刻已是空空如也 又是一阵铃声 从身后传来的 我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我知道 固如此刻就站在我身后 我想起中枢说过的话 连忙闭气 不敢再呼吸一口 铃铛的声响 从身后不断接近 我紧闭双眼 根本不敢回头去看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着 我的肺慢慢变得火辣起来 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席卷而来 终于在本能的驱使下 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也就在下一秒 一道红色的身影闪到我的面前 此刻我觉得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他们在哪 告诉我 我 我不知道 他们把我锁在屋里后就走了 说完后 我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直到三秒后 医生嘴上响起 我才又睁开了眼睛 固如没有嘎我 他去找罗勇他们了 第二天天刚亮 钟书便火急火燎地冲到去教室 在得知了我昨晚的遭遇后 钟书一脸震惊 怪我 怪我 没想到那三个娃 居然敢这么做 钟书 不怪你 我这不没事吗 好孩子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随后钟书的眼神落到了那串血字上 930 什么意思 钟书看了半天 对我说道 昨晚 罗勇嘎了 被烟嘎了 就在卫生间的洗脸池里 仅仅一池子的水 就把他给活活憋嘎了 而且 顾如的尸体也在旁边 看样子 应该是他干的 走吧玩 你们辅导员从顾如家回来了 我们去看看 来到辅导员办公室 辅导员见到钟书后 马上上前说道 老钟 这顾如的尸体 他家人不愿意来领 说是晦气 现在罗勇也嘎了 老钟你说要怎么办 这次我全听你的 现在想起来听我的了 早干什么去了 那女娃已经变成红牙飘了 从今天起到她的头七 每天都会有人嘎的 而且 她会最先嘎生前和自己结仇的人 钟书说完后 刻意看向陈祥和张力 这直接把两人给吓坏了 老钟啊 现在已经嘎了两个孩子 可不能再有人出事了 老钟求求你了 都说你是大能 你肯定有办法 我都一把年纪了 能有什么办法 再怎么样 你也要为孩子考虑啊 这两孩子的情况 你也知道的 陈祥他爸更是 哎 好吧 钟书叹了口气 然后看向我 玩就叫势力 顾如留下的写字是什么意思 你肯定知道吧 你老实告诉我 930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完钟书的话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辅导员 陈祥和张力 钟书看出我的顾虑 开口道 玩别怕 有什么你就说 不用管他们三个 还有你们三个 如果想活命 就给我老老实实的 如果事后 你们敢欺负这女娃 我肯定不会放过你们 辅导员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对着我说道 吓哭 你就说吧 老师不怪你 钟书是这样的 9月30日那一天是游泳课 顾如怕水 不敢下泳池 罗勇作为体育委员 就借口帮顾如适应水性 把他强行拖进深水区 还趁机将他投问进水里 一下又一下 直到顾如快不行了 罗勇这才把他拉上来 之后 他还故作好心 帮顾如做人工呼吸 事后 顾如将这件事告诉给辅导员 辅导员却说 同学之间嬉戏打闹很正常 还让刚转学过来的顾如 和同学们好好相处 不要不合群 我沉着脸将细节一一说出 此时 陈祥和张力低着头 不知是忘了这件事 还是因为当时罗勇欺负顾如 就是他俩指使的 辅导员一边嘟吓得太过分了 一边求中书想想办法 中书吸了口烟说道 果然是这样 这女娃靠着滔天的怨气 变成红衣 她每晚动手要嘎的人 都有明确的目标 尸体前的血色数字 就是红衣给出的死亡预告 9月30号 罗勇在泳池里欺负过顾如 所以昨晚 顾如用同样的方法 将罗勇活活咽嘎 从今天开始 你们所有人都被听过的 等拖过7天 红衣怨气消散 我再想办法将那女娃下葬 之后中书让我们一起去卫生间 把罗勇和顾如的尸体 先搬回去教室 可刚到卫生间 张力就大叫了一声 随后便当场晕了过去 原来顾如身边 又出现了几个血色数字 101 也就是10月11号 这天的化学课 我清楚地记得 张力当着我的面 将一杯强腐蚀性的化学试剂 泼向了顾如 看来顾如下一个要报复的人 就是张力了